10月20日,网上曝光一段一岁瓦吉吉娃线上会议的录音 录音中公司宣布了对夏之光和人好的处罚决定 认为,两人对Rise的团体品牌造成较大负面 需在公众媒体向团员粉丝和公众道歉 公司保留追究其给公司品牌带来的声誉损失的权利 并决定两人分别在30、60天内 停止一切个人和团体活动 成员夏之光未严格遵守公司的合约和艺人行为规范守则 其行为对Rise的团体品牌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 经公司决议并与本人沟通将对夏之光进行以下处理 本人需在公开媒体诚恳地向团员粉丝公众道歉 二、继日起为期30天内停止其一切个人活动的新增签约 前期已签约工作需安合约履行完成 三、公司保留追究其给公司及品牌带来的商誉损失的权利 第二项 Rise成员仍豪的处理结果同步